以色列在發動空襲 世界各國出現挺巴勒斯坦遊行 呼籲加薩停火 伊朗勞全大遊行 近五百人上街提四大訴求 呼籲改善勞動條件 美國國防部報告列舉六大因素 恐導致臺海戰爭 未來新建物 屋頂面積超過三百坪 需安裝太陽能空殿 大家好 歡迎收看十月二十二號 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黃立偉 以色列二十二號 再度發動空襲 約旦河西岸一座清真寺遭炸毀 一國宣稱已經炸死了多名 哈馬斯的成員 而週六全球多個國家舉辦挺巴勒斯坦的示威 英國倫敦更高達十萬人走上街頭 而以色列首都則有民眾要求 哈馬斯釋放人質 而根據英國當地的數據顯示 近期加薩的衝突 已經導致了仇恨犯罪暴增 舉拍示威機動喊口號英國倫敦市區二十一號多達十萬人走上街頭聲援巴勒斯坦 常常的隊伍幾乎看不到盡頭 其他如歐洲德國和澳地利亞太地區的澳洲和泰國北美洲加拿大和美國等地周六都出現挺巴勒斯坦遊行民眾呼籲加薩停火更對以色列傷及無辜表達憤慨 美國費城則有示威者舉起多張照片 要求美國政府採取行動 讓那些遭哈馬斯帶走的人質能盡快返家 同樣的訴求 數百名在以色列特拉維福的民眾也相繼吶喊 兩方支持者之間的矛盾最近演變成多起仇恨犯罪 英國媒體引述倫敦警察庭數據指出 與去年同期相比 大倫敦地區在過去兩個星期左右 反猶太主義犯罪增加了百分之一千三百五十三 仇視伊斯蘭教犯罪上升了百分之一百四十 今天稍早以色列則空襲 以約旦河西岸城市一座清真寺 宣稱已炸死多名 預備發動攻擊的哈馬斯成員 而針對十七號加薩一間醫院遭到空襲 法國和加拿大情報單位則相繼已分析 結果指出 並非以色列所為 公視新聞兩葉編譯 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持續 二十輛載滿人道物資的卡車 總算在二十一號進入了圍困地區 但當地目前有數百萬人聚集 人需要更多的物資救急 以色列則宣稱加強對加薩走廊的攻擊力度 而北部地區的戰火也持續 與黎巴嫩真主黨再度出現 交火的情況 在滿救原物資的卡車 一輛接著一輛通過拉法關口 送往遭到圍困的衝突區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馬斯之間的戰火 還沒停下 人道物資運送 總算在二十一號看到曙光 有二十輛卡車載著食物水和醫療用品 首次從埃及進入加薩 但當地人已久憂心這些物資 以軍已開始在周遭地區集結軍力和數百輛坦克 以色列軍方也呼籲還在當地的民眾 盡快向南部撤離 各界推測以色列將對衝突區發動地面入侵 聯合國和阿拉國國家持續呼籲停火 西方國家也紛紛施壓以色列 試圖暫緩攻擊行動 以爭取時間向哈馬斯談判釋放更多人質 但與此同時 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相交的邊境地區 卻再度傳出炮火攻擊 造成多名死傷 雙方互相指控對方先動物 儘管附近居民已陸續撤離 各界仍擔憂 開啟新的戰線 公視新聞兩人編譯 臺灣醫療公會聯合會議 召集護理師放射師等一線的護理人員 今天下午發動醫療勞權大遊行 提出補足人力 提升待遇等四大訴求 而衛福部次長往必勝回應 近期會再找公會討論 從源頭來改善 持續擴大健保總額 符合醫護的薪資需求 而衛福部長薛任元騷擾也回應 規劃夜班的加急四到五成 最快明年一月上路 雙百名第一線醫護人員 各個辦成恐怖的鬼怪造型 諷刺現行的臺灣醫療環境 宛如地獄職場 期盼透過遊行 讓各界和衛福部等政府單位 重視醫護行程 在我們跟醫院講說 要求加薪的同時 醫院會說你的健保的總額 就是這樣一點點 我怎麼有辦法幫你加薪 但是跟衛福部講 衛福部就說 我沒有辦法干涉私人醫院的 薪酬的規劃 以醫學中心為例 它本來就是規定是1比9 因為它是全日平均 所以你只要白班加小業加大業 除以3沒有超過9就可以了 一個大業照顧到十八甚至二十床 那有的人可能超過接近二十五 醫護代表表示 國內約有三十二萬人 零有護理師執照 但只有約近十九萬人願意職業 原因就出在低薪和推動 三班護病比等問題 遲遲沒有獲得改善 為了改善醫療環境 他們提出四大訴求 包含人力補足 不過勞 安全職場不煩惱 以及尊重專業提升待遇 最後則是政府投資就健保 據醫護人員透露衛福部在遊行前兩天 緊急和各醫護工會團體討論 但這些工會大多來自醫院管理階層 呼籲衛福部也廣邀由各醫護基層 組成的工會協商 才能徹底改善醫護勞權 衛福部次長王密勝回應 近期會再找工會協商 討論出相關訴求的落實辦法 透過定期開會方式 重視各醫護訴求 改善醫護人力持緊問題 使得臺灣醫療產業永續發展 記者郭俊麟報導 今天天成宜蘭五節鄉 有一位富人騎車去買菜 卻招一名酒駕男子 駕駛汽車當場撞死 但事後還肇事逃逸 警方巡弦逮捕 酒車值高達零點六一 被移送遞檢署偵辦 由於今年一到七月 全國A30類的酒駕交通事故 死傷人數比去年同期 成長超過五個百分點 專家呼籲政府 應該加強臨檢取締 清晨四點天還沒亮 女騎士騎車出門 去市場買菜 突然對向一輛轎車衝過來 將他連人帶車撞飛 最後撞上路邊鐵皮膨架 才停下 過程都被監視器拍下 當地住戶則被巨大撞擊聲嚇醒 照市車輛車頭嚴重受損 鐵皮膨架梁柱斷裂 屋頂清斜 原本聽放在裡頭的轎車也受到波及 二十二號發生的這起車禍 地點位於宜蘭縣武捷鄉 清河路二段 六十三歲 江興機車騎士當場死亡 照市的二十三歲 臨性駕駛當下沒有通報救護 而是汽車逃逸 之後在家中被警方逮捕 酒冊值高達零點六一 被涉犯公共危險 照逃等罪嫌移送宜蘭地檢署偵判 該臨性民眾坦承駕駛 照市逃逸 警方當場逮捕並實施酒冊 酒冊值超過法定標準值 全案依公共危險 照市逃逸致死罪 移送宜蘭地檢署偵判 根據臺灣酒駕 防治社會關懷協會統計 今年一到七月 全國A30類酒駕交通事故死傷 有六千零四十六人 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點六 酒駕法令趨延 但數據卻攀升 推估與新冠疫情解封後 國人飲酒聚會頻率增加 心態鬆懈有關 專家表示酒駕者多半是壘犯 政府應評估這些人是否伴隨酒飲 可強制轉介治療 另外警方應提高零檢次數 遏止酒駕上路的僥倖心態 記者林九年 陽明瘋 王龍濤 宜蘭報導 家裡民雄一處巷弄 因為是無為宰相 若有人違規停車 就會影響巷內的車輛進出 有住戶控訴七年前 有人將車子停在他家的車庫前 導致車子出不去 救護車也進不來 而無法及時就醫 律師提醒 若因延停 因為違停 而導致延誤救災或救醫 恐有民事的侵權賠償責任 約五米寬的無為窄向轉彎處 單邊紅線 一旦有路邊停車 就僅容單向勉強通行 嘉義民雄建國路三段 這處巷弄 住戶控訴向內停車亂向 七年前害他先生身體 不是要救醫時 因為車子擋住車庫 又找不到車主移車 無法出去 這戶車也進不來 沒能及時就醫 很難過 已經沒有辦法的時候 我叫救護車來 救護車就算來到我們家了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貨車停在巷子轉彎處 也有兩臺車並排停的 各種停車狀況 被監視器全都錄 但附近住戶看法不同 表示親友或維修人員 到訪等狀況難免 平常大家都會相互通知 移車問題不大 不僅妨礙他人車輛進出可開法 律師表示若民眾有違庭行為 導致耽誤他人救災或救醫 可能需負民事上的侵權賠償責任 提醒民眾停車 務必遵守法規以免害人害忌 記者 陳懷疑孟昭全嘉義報導 秋天市虎頭峰竹巢繁止了季節 風群警戒性提高 變得更加兇猛 臺中馮甲大學東山社 二十四名學生 昨天從南投的山林溪 前往嘉義的阿里山水漾森林登山時 十名的學生遭虎頭峰遮傷 僅消貨爆後上山 今天清晨近五點 被遮傷的學生 終於順利下山送醫 而新北市雙溪山區 今天中午也發生了七名遊客 遭風遮傷 緊急送醫治療 拿著登山障學生 小心翼翼跨過樹枝往下爬 二十一號下午 馮甲大學登山社二十四名學生 從南投山林溪 前往嘉義阿里山水漾森林登山 卻在途中遇到虎頭峰 共有六女四男遭到遮傷 本局貨爆立派夾阿里山 還有申井南投縣消防局 接同警察局 農業部理院署等 收救隊伍前往收救 那京道達現場出戶 都有一個警商分類 發病有十個人 遭風來遮傷 其中有兩名 這個呼吸急處的情況 但是皆意識清楚 深夜山林能見度低 路程遙遠 警消集結多單位前往救援 在二十二號清晨近五點 才將學生送下山救醫 由於秋天是風群逐潮繁殖劑 虎頭峰最活躍也最凶猛 水漾森林步道 又常出現虎頭峰遮人 農業出貨爆 委託嘉義縣救援協會 前往移除蜂潮 同樣是遇到虎頭峰二十二號新北市 雙溪的燦光遼步道 有八位民眾在爬山途中 被虎頭峰攻擊 有七人遭遮傷 緊急送醫所信意識清楚 消防局提醒看到虎頭峰 可用衣服護住頭部 快速離開現場 不要喧嘩 更不要動手驅趕 萬一被遮傷後 有呼吸急促 心悸甚至過敏性休克等狀況 務必要即刻就醫 記者 嘉義新北報導 民眾黨和國民黨對於藍白合作的方式 陷入僵局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表示 雙方幕僚一直都有在溝通 但被問到是否跟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談立委合作時 柯文哲認為是個辦法 而國民黨侯友宜則承諾 當選會檢討退府制度 而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是持續爭取連署 民進黨賴清德 則到臺南幫自家立委站台 憑國會國伴 一聲紅的喜氣 五輪五師預祝高票當選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二十二號出席苗栗 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指出苗栗是臺灣客家莊最多的地方 可以朝全球客家中心努力 做到一樁一節慶 一樁一特色 無黨籍苗栗縣長 莊東景到場站臺 提到去年選舉 新竹市苗栗縣的藍白盒都成功 展現團結就能勝選 但目前藍白總統人選喬布隆 陷入僵局 是否先談立委合作引發關注 國民黨侯宇宇出席力挺侯友宜 專刊 前副總統蕭萬長現身力挺 侯友宜承諾當選會檢討退府制度 還給軍公教警消公道 也要求各參選人說清楚兩岸政策 尤其拋口對準民進黨賴清德 質疑他引戰 尤其賴清德公然說支持台獨萬歲 台獨的務實工作者 你不是要引戰 你不但我們要備戰 最重要不能引戰 不要在那裡騙 你騙了選票 賴清德回首台南鐵票倉 分別出席令委王定宇 股股文的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強調股會過半 有助完成潛艦建造 也會延續總統蔡英文路線 提高股房力量 同時他也反駁在野黨接受的一個 中國原則無法得到和平 紅海創辦人郭台銘持續在全臺爭取連署 不過紅海旗下富士康的重點企業 傳出遭中國稅務稽查 企業用地現場調查 中方聲稱是依法行政 郭董從四年前就交出經營權 那都沒有去開董事會 今年更是把掛名的董事都辭掉 由於時機敏感 國判澄清 郭台銘已持續富士康董事會職務 也沒插手內部運作 避免被外界做聯想 記者黃子傑 陳信龍 朋友組綜合報導 美國關注台海緊張情勢 美國國防部公布最新的 中國軍事態勢報告 中共可能對台採取軍事行動的六大因素 包括臺灣宣布獨立 未下定義的臺獨傾向 臺灣內部動盪 以及無限期延後兩岸統一對話 還有外國軍隊介入臺灣內部事務 立委認為臺灣應該採取溝通跟嚇阻 兩大策略 另有學者分析 中共是否動武取決於台美軍事政治互動的熱絡程度 台海不平靜國防部二十二號徵獲共機六架次 其中漁越海峽中線及其進入北部空域 兩架次 共建五艘次在台海周邊活動 國軍持續監控應處 此外 美國國防部也關切共軍動態 近日發布中國軍事態勢報告 除了提及中共升高對台威脅 敲車共機頻繁繞台 模擬封鎖跟彈道飛彈飛越上空 也點出中共可能對台採取軍事行動的六大因素 包括臺灣宣布獨立 位下定義的台獨傾向 臺灣內部動盪 無限期延後兩岸統一對話 外國軍隊介入臺灣內部事務 任何的情狀都有可能成為用兵的藉口 所以對臺灣來講 我們不帶美國的智庫或軍方 所做出的各種的情形的典禮 我們每一天都把它當作是 中共解放軍可能進攻的一天 兩岸之間它是必須要有所的 這個務實的能夠溝通的這個管道 那另外的話 其實臺灣當然也要加強自主防衛的 這個能力 也就是這個這個我們國防自己的整備 張其露認為美方的報告透露中共反制台獨的紅線 臺灣處於美中對抗的框架下 應採取溝通跟嚇阻的兩大策略 針對美國總統拜登 八月首次動用總統撥款權 透過外國軍事融資援助臺灣 讓中共大為不滿 引發後續的臺海軍演 拜登現在有意向國會爭取一千零五十億美元 援助以色列 烏克蘭跟臺灣 是否踩到中共紅線引發關注 美台雙方是不是會有一些突破中國過去 所設的一些紅線 比如說像是正副總統在美國這一邊 所遭受的碰到的官員 或者是美國現役官員來臺灣 甚至是明年的環太平洋軍演的一些情況 美台的聯合軍演等等 這一類比較實質上面的合作 林毅分析 中共以俄烏戰爭為敬 沒有充足準備 不會貿然武力犯臺 不過明年是否台灣新總統上任 環太平洋軍演 臺美若升高政治軍事互動 恐增加中共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 記者黃子杰 神信榮 泰文報導 政府拍板定案 未來新建物屋頂 只要屋頂的面積超過三百坪以上 以裝置容量 效率 都必須安裝四到五成以上的太陽能光電板 而包括大型的集合住宅 商辦都在強制安裝的範圍內 不過像是製造條件不好等對象 可以豁免安裝 以目前安裝的成本來看 五十千瓦的太陽能光電板 建置的費用約三百萬 邁向能源政策 利用空間設置光電 內政部和經濟部能源署 初步完成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草案 最快明後年開始實施 只要建物屋頂三百坪以上 強制安裝光電板 據瞭解建物屋頂面積三百坪以上 依照容量和效率必須裝設四到五成光電板 粗估強制安裝對象包含大型集合住宅 商辦和工廠 至於透天錯或是滑下 不在納館範圍內 另外三大類對象有豁免安裝權 包含日照條件不好 紀念或是宗教等特殊型建物 HELL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免設 像是軍事機關等 以目前每千瓦光電裝置成本 在六萬元左右 五十千瓦建置量 建商成本是三百萬 如果將現有發電賣給臺電二十年 每度賣四點五元推算 平均九年回本 但專家有不同看法 未來如果屋頂建置太陽光電板的話 一般的社區回收時間 可能在二十到三十年左右 為什麼 因為你未來要把這個太陽能光電板的 這個損耗費用 維修費用 清潔費用 以及更換費用 全部都算進去 不要太容易 輕信業者所說的這個理想的回收的時間 專家認為以北臺灣來說 因日照天數少 不利太陽能光發電 加上住宅密集 大量裝置太陽能板的延防光害 而中南部雖然日照天數多 有利太陽能光發電 但空污問題也會增加太陽能板維修成本 想再安裝九年後就回本 恐怕不容易 記者原子郭俊玲台報導 臺灣空污的問題嚴峻 公民團體今天邀請了四黨代表 討論如何解決空污問題 由於這個會期即將結束 希望朝野能有共識 完成修法 透過課重稅的方式 讓房東釋出更多空污 進而降低租金 房價不斷漲 空污的問題也非常嚴峻 對廣大的租屋族權益影響很大 科徵屯房特別稅的聲音不小 公民團體二十二號邀請四黨代表 就如何解決空污問題 向民眾說清楚 講明白 蔡黨立委就批評執政黨迟迟不修法 不知要研議到什麼時候 猝死多數空置房屋進入市場之後 也可讓租金補貼的政府的政策可以更有效 事實上這個光從馬這個馬政府到蔡政府 幾乎我們房價大概就將近走快三倍 房東被逼出來 但是也表示他要開始繳交他的租賃所得 那他會不會把這個租賃所得的稅轉嫁給房客呢 很難一步就到位 所以我們總要往前走 那所以房屋稅的一個修正 現在正在啟動 蔡黨立委認為 透過中央令訂屯房特別稅 在稅積和稅率的設計上 提出真正具有威嚇力的方案 才能讓房東收手 導引空屋出租 我們現在租屋是供不應求 所以說更多的房子拿出來出租的時候 事實上也對於我們目前租金的這個上漲 會有一些和緩的趨勢 空置稅這個部分 基本上也是一種懲罰稅 我覺得可以立法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長期的立法 而不是臨時稅 學者支持科徵屯房特別稅 透過長期科稅 讓房東改變態度 而在黨立委則希望 這個會期即將結束 朝野仍有共識 完成修法 透過科種稅方式 讓房東釋出空屋 降低租屋價格 記者陳嘉欣 林志堅台報導 疫情前日本是台灣第二大的入境客源國 但疫情後日客的履台人數不如預期 光束和日方合伴千人來台企劃 成功吸引了破千位的日本團客來台 光學者提醒 隨著旅客回流 政府應該更重視服務業嚴重缺工的問題 若無法改善 一旦旅遊品質下降 國際觀光客恐持續流失 黃麵穿燙後 添加烏醋與肉燥 招牌蛋仔麵配上一整桌台式切菜 日本旅客吃得津津有味 這次來台行程四天三夜 足跡橫跨七線市 多數團員都不是第一次來台 疫情後再度造訪還是覺得很親切 飲食店用車在 marketing寶貝 可以 wrist 觀光署表示 日本在疫情前是我國第二大入境旅客 來源國 但目前僅恢復疫情前的一半 主要受日幣貶值出國櫃 日方較晚解除防疫規定等影響 因此特別對日本市場祭出持戶照優惠 另舉辦由臺灣照片徵選活動 也與日本旅行協會合辦千人來臺企劃 成功招募到破千名團客 不過接待的臺灣導遊也不會延 疫情後受缺工影響 團客等待的時間比較久 客人因為人手不足 我們要請他們自己照顧自己的這部分 因為比方說行李 因此要多花一點時間在團體的整合 面對旅宿和服務也嚴重缺工 學者認為疫情後人才流動已經是不可逆 甚至臺灣的飯店前臺服務人員都被挖角到日本 政府必須要正視觀光業人才流失問題 以免影響服務品質 記者需要出財 台報導 疾管署觀測上週全國腸病毒的救援人次 雖然較上一週下降了 但可能是受連續假期 部分門者修整的影響 目前腸病毒還在流行期 不過需施打兩劑腸病毒七型的疫苗 如今卻出現第二劑缺貨狀況 讓不少家長擔心 第二劑是無法如期施打 腸病毒七十一型疫苗今年八月初上市 基層診所觀察施打狀況比預期踴躍 但必須打滿兩劑才有足夠保護力 眼看間隔期間兩個月實現已到 很多診所存貨都已經被打完 目前還在等待進貨 不少家長憂慮 無法如期打到第二劑 第二劑病人說沒有貨 那怎麼辦呢 其實雖然說延遲再打也不會有問題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那個病人 他已經被告知說兩個月後要再打第二劑 那你沒有第二劑給他打 會造成一些民怨 醫師分析 新冠疫情後免疫負債影響 以往在熱天好發的腸病毒 現在還在流行 今年累積重症已達十例 若感染腸病毒七十疫情重症 距致死風險 雖然是自費疫苗 人有很多家長願意讓小孩施打 石藥署表示 腸病毒疫苗 並非公費疫苗 將依程序 對廠商送來的疫苗進行檢驗 高端公司於九月起陸續向石藥署申請九批 共約十七點五萬劑藏病毒疫苗的檢驗風間 目前皆尚在檢驗中 若檢驗與審查皆合格 預計最快可於十月底 先放行一批兩萬餘劑供國人接種 推估有萬名幼兒在十月底前必須接種第二劑 而疫苗廠商高端表示 藥廠從九月初至九月中旬 已經送出八到十萬劑 常病毒七十一型疫苗 到食藥署檢驗 記者 消息財台報導 接下來關心全國各地氣溫 北部地區最低溫二十三度 最高溫二十九度 東部地區最低溫二十一度 最高溫三十一度 南部地區最低溫二十二度 最高溫三十一度 東部最低溫二十二度 最高溫二十八度 外島最低溫二十二度 最高溫二十八度 來關心未來三天氣象 明天的空氣如何呢 我們來看看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竹苗是普通中部雲 加南及高頻是敏感等級 依然花東 澎湖是良好 金門是普通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謝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工作人員 中間